撑取1.2克的海藻酸钠转入我们的烧杯之中 接着加入100毫升的90度的热水 在磁力搅拌器下进行一个搅拌 让它们充分的溶解 经过20分钟的充分的搅拌 我们可以看到海藻酸钠已经融入了这个热水之中 接下来呢我们撑量3克的乳酸钙 把它们转入烧杯之中 加入90毫升的水进行溶解 对乳酸钙呢再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溶解 现在呢我们把25毫升的海藻酸钠溶液转移出来 一会儿作为我们做蛋黄的原材料 那剩下的65毫升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用来做蛋清的味道 接下来我们分别的加入3D的柔柔黄和2D的日落 这都属于食用的热素 接下来我们进行充分的搅拌 稍等一下大家就能看到鸡蛋黄的样子了 我们接下来呢再往里面加入0.5克的面粉 继续进行搅拌 鸡蛋黄的感觉出之欲出 接下来我们为鸡蛋黄覆盖一层膜 接下来我们把鸡蛋黄转入培养米中 再次倒入海藻酸钙形成鸡蛋清 再次倒入海藻酸钙形成鸡蛋黄的程度 再次倒入海藻酸钙形成鸡蛋黄的怎样 你们早上跟蒜蛋黄的声音 再次倒入海藻酸钙形成鸡蛋黄的杏形成鸡蛋黄的材料 一会儿中午完整天的资料 等下来我们聊下来我们早上 好聊天 我们今天都可以聊天